只有白色的地方可以去改 其他地方都不能改的話 這裡的話我們就是用保護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說點下去的話 這邊公司會出來 那如果今天不希望公司出現的話 該怎麼做?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 全選之後 全選之後請你按滑鼠右鍵 儲存格格式 格式裡面特別注意 就是預設的這個地方有個保護 保護部分的話呢 預設就是全部都會鎖定 所謂全部鎖定就是全部都保護的意思 你保護有沒有 全部都保護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希望 某些部分保護,某些部分不要保護的話 請你先怎麼樣呢 把這個打勾給取消 另外呢要不要隱藏 所謂隱藏的意思就是說 要不要把公司隱藏起來 如果說你要隱藏公司的話呢 那你就把公司的這個隱藏的部分 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就有保護了 那我們逐一來看 首先第一個先把鎖定先取消掉 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針對 幾個 幾個要的 第一個鎖定 跟正一下 應該是第一個先把全部都把它鎖定 把這地方呢 這個保護部分呢 全部都鎖定 也就是說現在如果你保護的話 全部都會被保護了 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 不要保護的部分 按坎售鍵 按坎售鍵之後的話 這些範圍是不要保護的 剛剛是全部都已經鎖定了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在按右鍵 除了格式裡面的話呢 把這些怎麼樣呢 不要鎖定 不要鎖定 OK 按確定 好